法国东部阿尔萨斯地区一个小镇 发生严重火患 造成至少九人丧生 两人失踪 传出火患的是一个残疾人士 暑假度假屋 消防局指出 他们在星期三早上六点半接获投报后 立刻调遣76名消防员前往灾区灭火 并在早上九点成功控制火事 事发时 度假屋被一家协助学习障碍者的协会租下来 官方证实 大火烧毁了度假屋60%的面积 事发后 消防人员在现场寻货九具遗体 另有两人下落不明 17人紧急撤离 法国总理伯恩过后前往灾区 巡视并慰问罹难者家属 当局还在调查度假屋失火的原因 中文在灾区碧场上 走防人员在区碧场上 当局还在那派区货场上 存过了 难免 skin 做后